设定画布大小 新建了一个Photoword的专案档之后 我们可以从上方的画布功能表这里 找到一个下拉式的选单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总共有五种不同的一个尺寸大小可以来做一个选择 第一个呢是 萤幕画面 那所谓的萤幕画面指的就是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整个 灰色的这个区块 也就是扣掉了上面的这个功能表跟旁边的工具列之后 剩下来的这个范围呢 就是所谓的萤幕画面 第二个呢是精确的尺寸 当我们要设计的是一个 非常 精准的 比如说我们宽度要设定几公分 高度要设定几公分 那就可以利用这个精确尺寸模式 来做一个选择 第三个叫做桌面 这个桌面的部分呢 它是根据我们 这个萤幕的 设定的这个解析度 的这个大小来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 例如我们现在这个萤幕的 这个解析度是设定成 1024乘以768 那么我们的这个Photoward 这个桌面的大小 它也会 跟着变成是 1024乘以768 那因为呢已经超过了这个 可视的范围了 所以呢它就会自动产生这个卷轴的部分 好 再来第四个呢是 CD封面 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 光碟片的这个圆标 最后一个呢是叫做 DVD的封面 这里所说到的这个DVD的封面呢 它其实指的是我们 这个DVD的这个包装盒的这个部分 它的这个设计 所以会有前面跟后面的这个部分 好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 透过我们自己的需求 来做一个不同的一个选择 这个能够有这个 这个能够 在这边 然后 这个能够 有这个能够的 感谢观看